师傅这个鸡是日本的鸡还是国产的鸡 国内的 国内的是吧 那放心了 我们烧鸟二轮左右上线了 今天来吃一个268一个人的全鸡 什么鸡我们两个人要吃掉500多块钱 在厦门的斗七美食街 鸟鸟探火烧鸟 烧鸟其实就烤鸡 用餐就坐在这边 师傅当着你的面座 我们要的是一个268的全鸡宴套餐 这边是两轮份的 鸡肉部分都在这里 部位挺多的 分的很明显 师傅这个鸡是日本的鸡还是国产的鸡 国内的 国内的是吧 那放心了 上次我们在成都也刚好吃了一个268的烧鸟 是一个自助的 被坑的不要不要的 今天看看这个套餐怎么样 这边也是有刺身这些的 留着自助餐吃吧 今天我们专门对付这些烤鸡 先上来一个茶碗蒸 就是个蒸蛋 哇这个糖是很稠的这一种 这个很清淡啊就开压味 所有的串都是在你面前现烤的 新鲜都还是可以的 没有使用半成品的 这边的话就看清蒸鸡的肉 冲烧鸡腿 烧鸟其实就是烤鸡 它也有包括一点烤别的东西 据说古代的时候烤的就是麻雀啊鸟啊那些的 现在吃不了了 只能烤鸡了 就是鸡大腿那种块 口感还是比较嫩比较有强性的 然后它每一块都是刚好一口的大小 嗯挺好吃的 很嫩的 嗯 大腿内侧 很嫩的 我摸一下 哎呦 哈哈哈 汁水很多耶 甚至感觉能吃到有点像鸡汤的感觉 蛮好吃的 嗯 嗯 嗯 这一块是什么肉没听清楚 但上面有一些 紫苏叶 嗯 酸酸的 这味道比较复杂 还有紫苏那种奇怪的那种草味 蛮好吃 嗯 鸡脖子龙 师傅说两只鸡才能串出一串 那我们吃了四只鸡 等于吃了四只鸡 他是把肉都挑出来了 没有骨头的 很嫩 我感觉这些鸡肉的味道都蛮明显的 这是土鸡吗 土鸡 土鸡 鸡 鸡 鸡养了180天到190天了 半年的鸡 对 这什么部位 哦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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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骨 这真的玩得很滑 它把每一个部位都拆分得特别细 它这个鸡皮挺好吃 没有腥味 很脆啊 芝士烤西葫芦 这个蛮好吃的 以前我不太爱吃西葫芦 然后就是有一次在烧鸡店吃了以后觉得好吃 后面去吃烧口都会点点烤西葫芦 皮上伤了一点点椒 里面还是很多水分的 很香这样 鸡胸肉 好吃吗 正常来说这个鸡胸肉都是比较柴的 这个做到这么嫩的 这个是师傅烤的一个技巧 这个火厚 对的一个火厚的问题 确实不惨 如果就是用火厚不过的话 里面的油脂都会被憋出去了 对我看你这个好像也没有去抹粉 没有没有 确实它这边的鸡肉串都是一个 汁水很多 然后口感都比较嫩 真的是鸡屁股 敢不敢吃 真的是鸡屁股 对鸡屁股很好说 我在贵州的时候吃了很多烤鸡屁股 它是没有肉的那一块 都是也是有肉 烤嫩的吗 感觉脂肪特别多 不敢吃我帮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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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吃 老婆出去打电话了 这个来就吃了 先烤的嘛就不要慢吧 鸡肉棒 就是把鸡肉打碎了 类似丸子的做法 这边有个无菌蛋 里面是一个肉米的状态 味道还蛮丰富的 有一些小蔬菜 裹上鸡蛋会更嫩一点 蛮好吃的 类似于四喜丸子 鸡肝 哇好嫩啊 它外面一层因为烤锅 有一点点阴 但是里面感觉跟鹅肝是一个口感的 就是有点半身的 对 它这个一般是六到七分熟 对 开熟的就是很沙沙的那种 就是一个鸡的里脊肉 鸡也能弄出里脊肉来 它都没有烤很熟 它里面还有一点点生的感觉 这边可以先做一下 这边烧一下 这边烧一下 我们外面先做一下 我们马上烧一下 吃羹 这烧料里面的区别 跟普通烧烤的区别 它味道也会比较清淡一点 比较接近原汁原味的 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鸡汁的鲜味 烤杏鲍菇 提灯 我就说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 这是双鸟的招牌 切花的 在嘴里面爆姜 这边生意还挺好 一会儿又做满了 完了呀 算点心了呀 说明我们菜没了 师傅做三个橙子 才能做出来一片 很清新的感觉 跟初恋一样 你还记得你的初恋吗 我不想记得 不想记得 没事 你老婆也不看我视频 分享一下 吃完了 味道很不错 但说实话吃不饱 正常人来是吃得饱 食材蛮好的 蛮新鲜的 做的也蛮好吃 烧鸟嘛 一直都是比较小重一点的 喜欢吃这个的朋友 可以来尝一尝 味道确实还不错 那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